大家都知道小品圈里有个赵家班 相声圈里有个郭家班 赵家班的班主是赵本山 郭家班的班主则是郭德纲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小品界的态头 一个是相声圈里的老大 基于两个人卓越的成绩 不少相声迷都喜欢把赵本山和郭德纲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 这一笔可不要紧 居然得出了赵本山的儿子大大逊色于郭德纲的儿子 究竟是有心人从中作梗 还是赵本山的儿子自己不争气呢 下面请跟随小野传说 带您一起探秘真相 同样都有一个好爹 小野想先向大家介绍赵本山的儿子赵一南 因为长相酷相父亲赵本山 而多次出演父亲的小品 而其中关注度最高的 莫过于此前赵一南穿着蓝色的中山装 戴着典型的旧帽子和女演员 当众表演了一段赵本山作品中的片段 被现场观众录像传到了网上 从视频里看赵一南的表现还算不错 虽然比不上父亲赵本山那版的经典 但是却依旧引得现场很多人捧腹大笑 有人夸就有人贬 除去一些叫好声 更多观众则表示赵一南怎么混成这样了 长得不帅演戏还没灵气 简直就是给赵本山丢人嘛 丢不丢人咱们之后再说 接下来小野再为大家简单介绍德云社之光 也就是太子爷郭其林 郭其林是郭德纲与第一任妻子的儿子 从小学习相声 前几年大有太子爷转正 接手郭德纲旗下德云社的征兆 出演电视剧《庆余年》中 那个人傻爱钱的弟弟 而备受观众喜爱 之后又趁热打铁 搭档实力女演员宋毅 出演大男主电视剧《坠叙》 虽然褒贬不一 但是从收视率来看 足以证明郭其林已经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 赵一南出生于1997年 郭其林出生于1996年 两人年龄相似 又同是喜剧大师的儿子 难免被放在台面上比较 很多人都说 郭其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而赵一南则是一直在啃老 在父亲的光环下坐持山空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观众如此大的误解呢 首先小野认为 这应该和赵一南郭其林 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 大家都知道 本山大叔最火的时候 应该是1990年到2010年左右 当时它是春节联方晚会的吉祥物 很多人待在电视机前看春晚 那都是为了看本山大叔 那么当时的赵本山究竟有多火 小野为大家举一些例子 此前赵本山每次过生日的时候 徒弟们都会大肆地为他庆生 电视剧《乡村爱情》一步比一步火 里面的演员多是赵家班的自己人 却从未有观众提出过审美疲劳 与其说是剧本给力 还不如说是赵本山这个金字招牌有吸引力 当然本山大叔在事业巅峰时 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争议的事 那就是演员黄胜一 在舞台上朝着赵本山下跪 故事是这样的 黄胜一和宋小宝在第二十二条婚规中 出演了一对情侣 反响度很好 在庆功宴上的时候 赵本山对黄胜一丝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并表示想收他为徒 黄胜一当时穿着紧身裙 为了防止走光 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拘谨 听闻赵本山要收自己为徒 黄胜一激动的双膝跪地 行了叩拜之礼 黄胜一的老公杨子 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 由老公撑腰的黄胜一 在娱乐圈基本是横着走的主 能够让他主动下跪 本山大叔还真是头一人 在新闻传开后 大家都在讨论黄胜一此举是否合适时 黄胜一主动站出来 为赵本山说话 称赵本山是人民艺术家 自己能够拜师于他是自己的福分 赵老师不仅可以教自己演戏 还可以教自己做人 就跟那个他们旁边的 就是宋小宝 我说我怎么去那个拜 他说我们拜师都是这样的 都是跪拜的 那我就上去 我就跪下来 然后我就说 大家可以仔细评评黄胜一的话语 小野相信其中的确有黄胜一本人 对于赵本山的崇敬之情 但是更多的应该还是想背靠赵本山这棵大树 所以小野认为 从这个角度完全可以看出 此前赵本山在娱乐圈的分量 相反这个时候的郭德刚在相声圈还没什么名气 1994年的时候 他在天津的文化馆里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志同道和的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两年后 郭气凌出生了 那个时候的郭德刚生活得很窘迫 为了养家糊口 他不得不离开天津 再次转战北京 老郭回忆起自己成名前的生活 住在偏僻的小出租屋里 吃着两块钱的包子实在是辛苦 但是咱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 叫做风水轮流转吗 2010年的时候 赵本山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将儿子赵一南和女儿赵一涵送到国外读书 妻子玛丽娟则跟着孩子一起到了国外 做起了陪读妈妈 因为读书一事 当时就有留言说 赵本山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移民到了国外 赵本山本人也即将要到国外 虽然本山大叔后续成亲 妻子只是去陪读 自己也不可能移民 但是依旧挡不住各种不利的留言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赵本山开始逐渐消失在观众的视野里 将工作重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东北老家 另一方面 郭德纲在北京沉沉浮浮了好久 好在是金字总是会发光 生活稳定了一些后 郭德纲创办了德云社 但是一开始德云社并不景气 有名气的演员也只有郭德纲一个人而已 为了养活德云社 郭德纲只能到处接活 直到2004年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北京文艺台的主持人 将德云社的相声录音放在了节目里 郭德纲的德云社才算是一炮而红 所以赵一南和郭气凌的生长环境刚刚好相反 赵一南的童年生活在花团锦簇之中 赵本山的儿子就是最大的面子 看他现在的面相 透露出一种憨厚 其实更像是富二代的傻儿子 而郭气凌的童年 不仅要承担父母离异的痛苦 还要为了吃饭而烦恼 所以郭气凌比其他孩子更早熟 也更早考虑自己的未来 长大后两人的生活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郭气凌作为德云社的少爷 想尽了师兄弟的宠爱 而相对比赵一南 赵家班虽然还在 但是远远不及此前那般风光 大家都要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 赵本山儿子的名号 也远远没有过去那般有吸引力了 其二应该就是赵本山和郭德纲追求有所改变 赵本山早年成名 之后却黯然退场 在采访中多次表示 自己已经很多年都没和家人一起团聚看春晚了 所以现在能够和家人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希望 从这点说 小野认为赵本山应该希望 儿子能够平安幸福就好 郭德纲则不一样 如今的老郭和德云社正当红 自然希望郭气凌能够闯出一片天地 在某卫视的颁奖典礼上 郭德纲更是当众希望张若云 能够多多照顾郭气凌 其三 小野觉得是赵一南和郭气凌对于自己的规划不同 本山大叔其实并不想儿子接手自己的老本行 做一名小品演员 这一点从赵一南从小就和普通孩子一样 学习读书考试可以看出来 众所周知 小品演员的基本功很重要 不少有实力的小品演员 都是从小的时候 就被父母逼着练习童子功 赵本山自己就是这样 或许是赵本山觉得太辛苦 所以对儿子赵一南 从未做过相类似的要求 网上也从未爆出赵一南学习小品的相关片段 赵一南从国外的学校毕业后 并没有进入家里的文化公司上班 而是自主创业 开办了一家减肥机构 原因很简单 赵一南曾经是个大胖子 后来减肥成功 所以他自认为 对于减肥有着很大的发言权 从小也查到的资料来看 赵一南对自己的公司还是很上心的 在减肥公司刚刚开业的时候 不少父亲的旧友徒弟都录制视频为他加油 此后赵一南还自己开了一个传媒公司 主要工作是培养一些网红主播 同时和一些学校也有合作 除去自己的主业外 偶尔在电视剧中也能看到赵一南的身影 当然 大概率是在老爹赵本山投资的电视剧里 当个客串演员 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赵一南并没有想要在娱乐圈发展 作为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 能够有如此成绩 已经是很难得了 郭麒麟则不一样 从小就被父亲要求学习相声 13岁就初次登台 之后更是辍学 专心学艺 虽然嘴上说着不会为儿子提供帮助 但是每次郭麒麟登台表演 老郭都会站在台后 比自己说相声还要紧张 而且郭德纲还将自己的得意弟子 颜鹤强跟郭麒麟搭档 不能看出老郭希望将儿子 培养成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 而郭麒麟也很争气 台风沉稳大气 一点也不像是个没经验的演员 综上三个原因 肖也觉得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郭麒麟和赵一南的发展 有着如此大的差别了 虽然表面上看 郭麒麟是要比赵一南风光 虽然他们二人 一个专心于创业 一个专心于提高演技 发展道路迥然不同 但是又是否知道 若干年之后 赵一南会不会成为知名企业家 郭麒麟会不会成为 娱乐圈的演技扛把子呢 我是爱生活 爱跑跟问底 追求真相的娱乐圈 名侦探小野 就此别过 咱们江湖 再见